大家好 我是老温 今天咱们又有妻子单车出发了 但是今天要去哪里呢 请允许我卖个关子好不好 OK 咱们出发 这个托老师的眼睛还可以动呢 因为没有人给我拍照 所以我自己自拍吧 在这里自嗨一下 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目的地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辆列车 你能想象的到这是50多年前的新干线吗 做了准备 但是来了以后又觉得手忙脚乱的一次 这里应该是学习火车操作的地方吧 好多人 操作一下这个门 告诉小朋友就是在这种铁路口的时候 要遵守哪些规则 这里可以到火车的下面去看火车底盘的结构吧 这里果然是托马斯的博物馆 墙壁上都是托马斯的那些漫画 桌标机都把那个赞名都写上去了 好直观啊 然后你要买几个人像有没有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或者是都清清楚楚 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看啊 就是这个扇形的车库 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我居然没看 那个地方都已经看不完都 没时间看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来一次 这个扇形的一个车库 这些火车呢都可以开到中间的这个圆盘这里 然后转头掉头 这个博物馆呢 它是结合了知识学习 以及休闲娱乐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休闲博物馆 比较适合一家人 特别是带着小孩子过来游玩 如果你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明白的话 我觉得一天可能都不够 如果你是在这边生活 那每个月来一次都不足为过 OK 这边是一个出口 出口这里还有一个很古朴的车站 看上去挺漂亮的 这里是出口吗 这里是卖纪念品的地方 那咱们就从这里出去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 拜拜 拜拜 拜拜